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主编点新闻是由MSI为你呈现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目前国内的政台呢就传出了很多政治消息 从跳槽政变换政府到闪电大选啊 可以说是非常精彩 现在又传出说呢 土团党与巫统合并的一个说法 那土团党青年团领袖呢就证实说 诶确实有这种现意 不过呢 他们是相信说它是不会实现的 另一边呢 巫统领袖呢 是否认存在这种现意 合并呢 其实是一个大功臣 虽然这两个政党都是马来政党 打着马来民族主义的这个旗帜 土团党甚至被标签为 这个巫统的2.0 但是合并为一个政党的话呢 马上出现的问题就是 由谁来做老大 由谁来领导 而且是谁吞掉谁 即使两个政党和平的这个合并的话 他会产出谁来担任这个领导层 那么这一些人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 谁会是主席 那么即使这些东西可以解决 就像是使用土团党或者是伊斯兰党的这个模式 有两个最高领导层 有两个领导中心 而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者刘泽伟则指出说 这种情况呢 可能会出现双头马车 就是有法律上的这个领导 以及实权领导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土团党就有 Chairman跟这个President 主席跟总裁 而这个伊党呢 也有所谓的精神领袖 或者是他们政治宗教师协商理事会主席 Mushito Am 和主席President 这种模棱两可的领导方式呢 其实会埋下分裂的这一个根源 那么这些问题对双方来说呢 都很难有一个答案 他甚至会衍生出其他的这个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 那么只能够延迟他发生 不让他发生 或者是等到他发生的时候 才来去面对 那么如果巫统跟伊党合并的话 他们拿下中央政权 接下来的话呢 问题是谁来担任首相 那么如果继续让慕尤丁担任首相 巫统会同意吗 巫统因为他在他的结构 历史党员机制 都比土团党来得多来得强 但是如果慕尤丁不担任这个首相的话 是由谁来担任呢 慕尤丁现在他依然活跃在正南 所以这一些东西呢 都需要时间去理清 那土团党青年团的职位呢 穆扎米尔他就告诉当今大马说呢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确实有这个现意啊 不过呢 首相兼土团党的主席慕尤丁呢 跟其他的领袖呢 都不会答应的 他说虽然阿末扎西呢 曾经以巩固马来政党呢 唯一个理由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但是土团党完全没有要加入巫统 他说我们的领袖是不会答应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呢 选择待在各自的这个党内 毕竟我们的这一个意识形态是有差异 虽然根基类似 都是以马来穆斯林 这个马来伊斯兰为主的一个政党 我觉得会提出这个巫土合并的 这一个这个现意呢 其实是因为看到土团党 目前内部发生严重的这个分裂所导致 那么巫统认为说有迹可循 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把土团党给拿下来给吞掉 那么在过去两年呢 其实巫统都活得不这么的快乐 不这么的开心 因为他处在一个非常弱的位置 因为他们是反对党 现在不同了 他们成为国盟的一分子之后呢 整个局势就开始出现变化 他们多了谈判的这个筹码 巫统议员他们的基层 跟他们的实力远远超越土团党跟慕有丁 阳光日报呢 在此前的时候报道就指出说 前理科大学教授呢 阿末阿土里呢 他就宣称说 土团党和这个巫医结盟的 国民和谐阵线呢 正在协商 那以便呢 土团党近期里面呢 是规禀巫统的 阿末阿土里呢 他就声称说呢 两方现在正在严肃的考虑 还有商讨 而阿末扎西跟一堂主席呢 哈迪阿旺也正在考虑说 是否要让呢 慕有丁回归到了巫统之后呢 仍然掌握首相的这个位置 他就说慕有丁啊 摆脱前首相蹲马的影响之后 两方的这个协商呢 是更加的具体确实 那么他也进一步指出说 虽然慕有丁之前召巫统开出 但他和许多领袖 巫统的领袖 依然是很多好朋友 所以巫统的领袖 可以支持他 以及接受他重新回来 那么自己慕有丁的这个职位呢 就让哈迪阿旺跟这个阿末扎西 达自公司 然后这些东西荣厚再来谈 那么相信这一个做法呢 将会是符合马来人 然后伊斯兰团结 是一件好事来的 另一方面 巫统的最高理事呢 阿曼阿兹哈 他就否认说 阿末扎西曾经献议呢 土团党加入这一个巫统 他就指出说 巫统的最高理事会议呢 不曾提及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呢 巫统有这个献议的话 是必须要事先获得 巫统最高理事会的允准 特别呢 是针对土著团结党领导人的事情 他说巫统目前的首要任务呢 是团结所有一同执政的 国盟的成员党 那么土团党跟巫统 到底会不会合并 其实有很多问题 都要去解决 况且现在对土团党来说呢 他们应该不会去讨论 合并的事情 因为他们现在蜡烛两头上 马派跟木派 都在争夺土团党的 这个控制权 跟这个主导权 他们实在是没有太多的 心机跟时间去讨论 我要跟你巫统合并 所以这个东西呢 暂时可以放在这里 不处理 直到六月尾的党选 成绩出炉之后呢 那么可能就会有 另外一番的 这个政治上的大决定了 谢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